在江湖中长旗,在江湖中快乐 各位企业大家好,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我是胡玉清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19年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的一盘对局 由我迎战辽宁的吴成爵六段 应该说这盘棋是下载了第十一轮,我们前几局都以八胜二负的成绩 应该说夺冠的希望并不大,但要进入前三名的话,这盘棋谁都输不了 好,我们先进入到实战中来 吴成爵的棋这些年的比赛成绩都非常好 这两年在晚报杯的成绩都打见了前八名 这盘是他的黑纸 他的战斗力,我的印象中是非常非常强 应该现在维持的布局这一首又出现在我们的江湖清谈节目中 已经下了,我们已经通过这次节目 如果都收看了,已经看到好几盘这样的构造 如果放在两三年前,这个布局几乎下的人为零 这可以也看见到围棋的一个进步吧 白棋挂脚,黑棋小尖 就觉得这个配合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白棋拆一个也可以 实际上走这个是我比较偏的一个下法 之前也有跟其他棋手下过 小尖 这个最早的时候,我是手脚比较多的 然后后面说这手机黑棋跳啊飞啊 这手机特别大 电脑也推荐这部棋 因为之前正好有一个水下过这盘棋 然后复盘的时候,他们研究了一下 黑棋飞 白棋飞这个也有,实际上走这个也有 黑棋如果飞的话,白棋要靠下 或者飞这个,或者靠下都可以 黑棋拆了 黑棋一阵 这几招棋充分显示了吴辰爵的一个特点 这本手,我当时以为他是会跳一个 本手在这,随后我跟着飞出去 这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盘棋 这部棋啊,实在是非常的凶狠 白棋走这个,他虎 特别想扳下去 断,白棋 特别想这样站一站 但目前而言,这个战斗还是有些无力 白棋自身的形状也不好 再被冲,这下面两个字已经是快要掉了 嗯,所以这时倒是想先忍耐一下 忍耐,比如说白棋在外面走后了 黑棋自己补回去也显得误区 那就等于本来黑棋一手棋到这儿 现在往这走了一个,再挣了一个 也不见得便宜 如果一味的想要破黑棋这些空的话 那反而不好 黑棋冲断以后,白棋有些吃不消 这个白棋有点不行 这个战斗不利 所以对于黑棋这部阵啊 最好的办法就暂时先不理它 你直接进行一个战斗不见得有力 而且吴成爵这棋,他的力量非常的大 完全是一个攻击性的棋手 因为之前我看他跟我们队赵岩下了一盘 真的是满盘绞杀 赵岩吃了他一块以后 他从外面再包过来再杀 完全不是一个稳戒型的棋手 是一个战斗民族 也很年轻 二十多岁,三岁不到 也是出于计算力最好的一个时候 实际上点,白棋肯定不可能轻易被粘上 粘上黑棋有可能就把这个回贴了 所以白棋想先反击 如果能夹到一下的话 黑棋再走 白棋有可能小尖 然后将来再冲了扳下去 那就严厉多了 这个黑棋有点不行 黑棋如果断 黑棋要断的话 就得先冲一下再断 白棋吃 这个战斗 白棋这两块只要做活的话 黑棋的实地损失太大 所以 这棋啊 黑棋也不能走这个 只能跳 应该说 我平时的一个风格还是偏向于实地为主 比较稳健的一个棋手 但这排棋确实 也是下得比较狠一点 像这部尖其实也是比较过分的一个下法 实际上走这个 是希望黑棋能退让一下 然后白棋再在这一带动手 想办法贴或者 贴了斑或者尖之类的 把黑棋这个给打穿 但以吴成爵这个风格来说肯定不肯 长 所以这一带大家都拼得特别凶 黑棋也不能松 黑棋走这个的话被白棋连斑 这个黑棋被分开肯定不便宜 粘 再一段 这骑马上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状态 白棋也没有退让一场 像这样的一个乱战 双方在这个局部就掀起一股 一个就感觉是一个决一死战的局面 这还是比较少见的 应该说跟之前的一排棋也有关系吧 因为在上午的对局中 我之前也是八胜一副的时候 上午的那排棋 由于一个非常低级的错 我甚至把定势下错了 也是一个特别低级的失误吧 然后一排棋输了以后 下午紧接着就下这一排棋 可能情绪方面也没有完全调整好 都有些急于求成 而吴成爵本身也是一种力量性的风格 一看我这样下来 真是来得正好 所以尤其现在很多比赛 尤其是一天两盘的比赛 上午那盘棋输完以后 下午的那个中午那个调整至关重要 很多比赛的成绩 其实下得不好 就是容易连败 尤其现在业余比赛 经常会出现一天两盘 一天三盘这样的局 上午输完以后 下午的上午输完的棋 下午后面的那盘棋 特别特别难下 这是所有棋手的一个公式吧 因为你上午输完一个对手 下午的对手不见得会变弱 有的时候还是很强 那你的心态又不一定能调整过来 而对手的状态又不错 那这种棋就是非常难下了 所以体现到棋局中 就像我这盘棋一开始就有些超之过急 当然也就是 也正是因为这些超之过急 所以让我把这盘棋选成了 这次的一个江湖情谈的一盘对局 因此就是因为这些超之过急 所以这盘棋下得很过瘾 比赛并不一定是 晚报杯当然很重要 但当时八胜二负的时候 对我们团体也是一个对冲 但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因为夺冠的希望金不是很大了 个人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一盘棋 但就是选择了这盘棋 就是因为后面这盘棋下得特别精彩 特别过瘾 我们继续看下去 白长以后黑棋打吃 白棋走 黑棋长 黑棋贴 当时也是杀的性棋 客观讲白棋这棋还是应该长一个 稳一稳 但实际上白棋这一般也继续给黑棋施压 让黑棋更损一点 当然给黑棋施压的同时 也让自己陷入了绝境 让黑棋走 再一吃 白棋在中央的收获显然非常大 跟刚才这个长相比 白棋中央的收获显然是实战更大 但黑棋这时还要长 这时轮白棋处理 白棋坚顶一下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实战这个选择 白棋搬 黑棋走 黑棋管 所有白棋在吃 白棋中央对黑棋的控制显然更厉害 中央就没有任何受攻击的担心 但这时轮到黑棋动手了 尤其对手的棋风还相当彪悍 一并 开始直接要杀这块白棋 如果此时黑棋往这走一走 这个对白棋威胁太小了 白棋坚顶只要做活 这黑棋大失败 黑棋必须要在这里让白棋付出代价 一盘杀局就此开始 白棋冲 走 其实这棋白棋还是有一点的危险系数 当然对于黑棋来说风险也很大 因为黑棋自身这块棋也没有活干净 贴 再一 黑棋先反冲 再一走 白棋一扣 实际上黑棋一打这手棋 也是不给双方留后路的一手棋 白棋不能活 这一虎黑棋一断 白棋就崩了 打吃没用 黑棋就沾上 白棋吃这个时候 黑棋就一断打 这个白棋下面显然做不活 这些白棋只能沾上 黑棋也不能搬了连搬 搬连搬看上去很紧凑 但这个时候就给白棋绣手筋了 白棋这一加是好手 黑棋冲 白棋沾 黑棋拐下 白棋打吃 黑棋沾 白棋吃 白棋挡下 这个崩了 这个黑棋反而崩了 同样黑棋如果忍耐的话 白棋一吃 这黑棋要杀白棋的话 只能打吃 打吃白就轻轻提一下截 这里一旦出截的话 这里都是截财 这个黑棋不行 一旦打截的话 黑棋本身也挺重的 况且这里又都是截财 而且外面白棋收获又很大 所以黑棋搬了一连半 被白棋一加 这一手棋的反击以后 反而没有招 黑棋这一手才是真正的 横手 所以啊 这个棋 吴成爵看来真的是 非常非常有战斗的一个棋 下的一招比一招横 这里 这局部白棋 尽管当时感觉是不怕 我这气很长 你这也没活干净 但对于对局来说 这棋还是有压力的 你毕竟如果走不出棋来 又杀气杀不过黑棋 这棋就输了 一开始被这么吃一块 况且这盘棋对于团队来说 团体来说还是非常大 我们今年是力争那个 团体的三连冠 同时我也特别想拿这次 晚报杯的冠军 因为这是我个人第十个 晚报杯的团体冠军了 这盘棋因为当时我们没有 像去年优势那么大 今年咬得很紧 四五个的都在插一分两分 就一盘棋就逆转 而且这盘棋还是对冲 所以下到这个时候 我看我们的领队 吕国良老师看我这期 也看得有点紧张 确实有点搞不清 拖 实际上我是选择拖 也只能这么下了 当时也考虑过这个顶的变化 但黑棋一尝 感觉白棋要在这里委屈 做活了好像也不是太便宜 而且框架还不好活 退 黑棋立 都是最狠的招 黑棋粘的话白棋就活了 白棋往下一贴 这里是有半个眼 这里不管黑棋提一下 还是白棋粘上 这里有半个眼 黑棋立 是继续不给白棋留余地 区别在于白棋走这个 白棋一挡 接下去黑棋一立 黑棋再立的话 白棋把这一粘就活了 黑棋可以提一下 但不影响 黑棋一走白棋就活了 黑棋如果冲的话 白棋搬了一壶也活了 但黑棋立完以后 白棋就不能这么下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有这样一个激活 我是想加这个 加这个黑棋冲 白棋走这个不行 走这个黑棋一挡 这没眼 这棋特别巧 白棋如果这做活 黑棋局部大飞 就可以杀白棋 当然外面味道 是另外一回事 味道是黑棋 就黑棋还不敢下决心 完全就拼了 就孤注一致 杀白棋的最后的原因 外面味道还是有点差 当时我是觉得 白棋有这个团 在一场有这样的好手 再一退 这个黑棋不敢杀白棋 因为黑棋脚上不活 但仔细一看 黑棋有这样的好棋 黑棋有挡 再一吃 踢一扑 有这样黑棋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好手 这样整块白棋没有眼 这个白的太危险 明显不行 所以差点下到棋盘上 还好再仔细看一下 发现这棋 还是不行 这个不能这么活 所以下到这个时候 其实这棋计算量还是很大的 必须要想办法 既然这里已经没有办法的话 这个直接坐眼 白棋也不太好 那只能先往黑棋 来寻找黑棋的漏洞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然后白棋这步跳 现在不能太贪了 跳被黑棋走 黑棋活了 那白棋真的要死了 这棋 所以 白棋实战这首棋 的思路是正确的 破眼 但具体招反 还下得不够好 具体招反 白棋应该是大飞 这首棋更狠 不走的 黑棋如果继续往外走 白棋再一并 把他眼全破了 比这首棋 对黑棋的威胁性要强 这首棋还是稍微有点缓 实战真的是很能战啊 再把这个跳出来 这棋 白棋如果走的话 黑棋他先打吃一下 制造头绪 这里一带就没有借用了 这一带没有借用 黑棋再往这里坐眼就很好 实战我也咬咬牙 把这个拔了 继续给这里施压 因为只要这里白棋 有断一带的余位 黑棋就 白棋就暂时不会死 但这棋不仅仅是死不死的问题 关键还要这里要杀 白棋也不能亏 如果继续推的话 这个黑棋继续做活了 这棋也输了 这个黑棋不能这么活 这么活外面损失太大 白棋就算这样 就算这样走走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白棋就把这个沾上 黑棋要靠大飞杀的话 白棋将来只有一段 这白棋可以靠 这外面有一段 这个黑棋不敢杀 外面太薄了 黑棋而且气还特别紧 所以这一带的计算量 还是非常大的 双方谁都不能松 刚开始这个下法 尽管是由于上午失利以后 有些操之过急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不妥的地方 只是把这盘棋就下得 特别的凶险 大家都特别凶险 黑棋实战 压这个 白棋管 黑棋跳 白棋这时也不能松 如果现在着急去做活的话 黑棋这个贴下收获也很大 况且黑棋还有这里 它靠要卷白棋中间四个下法 白棋先要把这个撑住 先把这里撑住 更关键是看到这里面联络 黑棋还是有些问题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讲 黑棋跳 白棋也不能弃四个 白棋只能再把这个沾上 白棋只能先把这个吃了 不能弃四个 如果沾上做活的话 给黑棋补一个 就算活了也不好 白棋全去救一朵花 你也不好 吃这个 都是咬住牙关在拼啊 这个时候啊 那个黑棋有些忍无可忍了 就我走了这么多 你招招都要 那这个你如果 我再往这跑 让你做活 这里白棋如果做活 我这继续往这联络 把这连练上 这给你再活了 这个几乎是一无所获 于是黑棋也开始亮招了 这不一不挤 我也看出对手要杀棋的决心了 走到这个时候 应该说是 非常的紧张这个局面 这也是赛前所没有料到的 让白棋断 继续制造头绪 断也有一个用意 黑棋首先黑棋不能断 断尽管可以把这两个子给吃了 但白棋一点 黑棋脚伤 黑棋自己不活 这个黑棋不能着急 黑棋实际上一虎 自重 先自己补一个 然后这时白棋面临选择 白实际上是选择沾上 这手棋其实也是在考验黑棋 你到底要不要吃我 然后如果这时黑棋 自己放弃跑的话 就比如说黑棋把这个沾上跑了 那白棋其实有这样的好手 白棋是可以 在这先加 对就先加 再加一下 这因为有这个尖的下方 白棋可以挡 这都是先手 这黑棋断不进来 因为有 随后白棋长 这黑棋有一定的危险性 白棋再一跳 或者在这一飞 这黑棋有一定的危险性 只要这一袋白棋有长的先手 我们就可以看出 黑棋只能跳 因为黑棋不能断 白棋甚至还可以贴 这样的话 黑棋杀不了白棋 因为黑棋不能断 一直不能断 断完白棋一跳 就是个火星 所以这个局面 当时觉得黑棋很难下 就这个局面 黑棋这棋要补齐的话 那这个如果这补的话 我就开始马上动 但实战这个吴成爵下得好 跳这个 一方面把这个给防掉 把这个长的先手给防掉 另外一个 就对于黑棋 一旦白棋没有长这个鞋 白棋里面是做不活的 更关键的是 接下来黑棋要跑你这个 黑棋跑这个一走 这几乎是要白棋命了 黑棋再长 白棋一走 黑局部就已经把白棋给靠死了 白棋搬黑棋断 白棋打直 黑棋长 白棋站 我们可以看一下 白棋搬这个的话 其实黑棋最简单的图 就这个接不归 白棋就已经输了 把这个拔了 黑棋一吃 这大龙已经死了 这拔的话也没用了 搬这个也是 搬这个走这个 黑棋打直就已经接不归了 跨着黑棋还可以跑一下 再吃 白棋也不能沾上 沾上被夹死 所以这个时候 白棋无论如何 不能被黑棋跑出来 只能搬 当时其实下到这个时候 内心是有一点绝望 这棋 这里毕竟找不出头绪 这里长斗后手 靠这个活就活不了 靠这个走这个黑棋一挡 无论如何活不了 这也就一个眼 这没有眼 那所有的希望 只能是继续于这里 黑棋其实这是最狠的 应该是沾 沾的话 但黑棋确实这棋也没有把握 然后白棋在震 这因为下面黑棋也没有眼 只有半个眼 白棋冲了猴豆先手 也只有半个眼 这个大龙对杀起来 谁也看不清 但当时这个棋客观讲 作为白棋来讲 已经失控了 尤其从一杀起来以后 这棋确实失控 而且黑棋确实也杀得非常好 当时觉得这棋有点危险 黑棋实在跳有点松缓 跳完以后 当时白棋排一个 挡 随后这里白棋 暗藏妙手 可以说这里也是白棋图穷避陷的地方 这不挖是好奇 挖实战 黑棋吃 白棋打吃 黑棋走 白棋一沾 白棋有这样一个下法 再一打吃 黑棋立 这提 这局部是一个结 但当时啊 我是觉得事后反省 如果心理素质再好一点 白棋走的时候 白棋应该先往这尝一个 看黑棋走哪 黑棋如果要吃白棋的话 黑棋会跟着硬 那这个时候 我再再开始引爆这个 肯定是更厉害 这个对手 我估计当时应该是没看见 他如果看见的话 肯定会选择走这个或尖 因为这个打结的话 其实白棋走得好 黑棋应该是不行的 而这样的话 是鹿死谁手很难说 实战他走了 这不跳以后 应该说机会在白棋这里 白棋应该是什么都不走 先把这个尝了 看黑棋 我们刚才讲绝对不能断 但如果不走的话 白棋又要活 如果黑棋跟着硬的话 将来我再找完结 这里就全都是劫财了 还是没有按耐住心中的狂喜啊 其实这个黑棋沾的话 白棋可能 这样的话 效果没有实战好 但其实应该拼他这个可能性 他看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这也是比赛时的一个心理波动吧 当然其实这盘棋啊 我们现在看起来下得很激烈 很精彩 其实这盘棋对于双方来说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盘棋其实已经是第十一轮 况且是在那个拉萨下的 我们正好也在这里聊聊今年在拉萨的一个晚报杯吧 这是我第一次去拉萨 也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参赛棋手去拉萨 更是第一次在高原下棋 更很有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在高原下过这样的一个这么激烈的13盘的一个大循环 应该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的一个高级别高竞争的比赛吧 下到第十一轮的时候 说实话体力都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然后大家都之后在开玩笑 你们俩下出这样一盘大杀局 这个身体真的已经很太好了 也不怕看错 也不怕怎么样 其实高原反应对于每一个棋手来说都是有的 像我来说 我的高原反应应该来说相对来说好一点 我只是前几天晚上睡不着 这个也是很正常一个高原反应 然后比赛的时候失误比较多点 就像刚才提到的一个定势就下错了 这个可能在平时的一个平原 或者正常的一个比赛状态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也有的棋手影响就比较大 就像我们这次新名晚报亲一二队的三名队员 在去的火车上就已经是发生了高原反应 就直接都在吸氧了 其实我们在这个比赛前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心理建设一个准备 我们没有直接从上海飞到拉萨 而是从上海到了兰州 然后兰州以后再慢慢的火车进去 也就希望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但其实到了高原 其实旅游或者是正常生活是一方面 比赛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的一个何天宁 他基本上是白天在比赛 晚上他没有办法在房间里睡觉 他直接是住在养巴里 就希望需要更多的氧气 然后在养巴里看到了很多精彩的事情 比如说职业业余对抗赛像谢科啊 赵承宇啊这样的职业高手 他们直接在养巴里摆棋 直接在养巴里下棋 在网络上对局 这都是非常刻苦的棋手 然后其他业余棋手也是这样 像马天方周振宇啊 高原反应都很厉害 比赛成绩很不理想 其实都没有关系 都很正常 只要大家尽力了就好 其实这个晚报杯 对于拉萨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 做了很好的 应该说是历节晚报杯 最好的一次比赛规格 是在香格里拉酒店下 而且包括提供氧气瓶啊 我们下棋的时候 经常会出去吸吸氧 提供氧气瓶啊 所有的后勤保障 甚至救护车就停在酒店门口 以做好任何的不时之需 作为拉萨的主办方来说 确实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 对于所有的骑手来说 也是一直难得的体验 一直难得的考验 所以比赛下到什么情况 大家都是正常 高原反应有的人大 有的人小 也都是正常 下出精彩 尽可能下出精彩的对局 就像这盘棋 大家下得很过瘾 也随时冒着这种打勺啊 低级错误这种风险 都没关系 只要下得过瘾 下得精彩 那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好的 我们回到实战中了 这个时候白棋 过早的图穷并险 然后也确实也制造黑棋的一个失误 黑棋这个时候 还是应该冷静打吃 白棋打吃的时候 黑棋翻打 白棋不能提 提的话这个打拔 这个不行 白棋这招其实没有作用 黑棋可以走这个 没有用 白棋立完以后 尽管这个先手也没有用 这里面黑棋是活棋 这样一个转化 黑棋还是损失太大 黑棋毕竟实实在在吃了 将近四分之一个棋盘 而白棋要吃这些残子的话 还需要花手术 更何况从肉眼也可以看见 黑棋已经是过中线了 所以啊 这个时候 先打吃 白棋走这个时候 白棋黑棋也只能做这个 随后黑棋可以提解 这至少插了一枚结材 然后再加这个 铺了一下 别小看这个铺 这样打结的话 白棋一手棋可以削干净 而这样的话 黑棋还可以顽铐 所以啊 这个时候 黑石山单棋 是一步有问题的手段 有问题的一手 被白棋一做 而这样的话 再打要好一点 就插这里铺了一下 就等于这个时候 白棋往这铺了一下 而不是断打 这个看上去 微小的差别 其实差的还挺多的 黑棋提 白棋一加 这时他进行了一个 黑棋在这之前交换过一个 这是吴成爵进行一个大长考 嗯 黑棋要做活的话 这没问题 黑棋实在长 这个是必须要下的 所以黑棋如果提的话 白棋走这个 黑棋要做活没有问题 走这个白棋吃 黑棋一跳 但这个局面他觉得形势不乐观 白棋在互补一个 他觉得这不乐观 他的黑棋的计算力非常强 他是 他走这个 确实要给白棋这里多一枚结材 和这个相比 要给白棋白白多一枚这样的结材 他不肯 这个时候结材就是生命 嗯 黑棋如果走这 我们可以预料白棋提 黑棋挤 白棋粘 黑棋提 白棋吃 黑棋走 白棋 黑棋挤 白棋站 黑棋走 这时候白棋有这个 给了白棋多了这枚结材 走这个 这黑棋很困难 所以他实战选择了一个忍耐 嗯 这个时候 其实 他看到这个黑棋的时候 还有铺这个 不亦查明的 不亦找到结材 再提 但白棋咬咬牙 也可以打这个 但这个打 确实太需要勇气 这打完以后 第一自装了两棋 而且杀气也不一定够 黑棋有可能 就要开始跟你杀气 其实这样的话 那我选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实地 但一切的一切 刚才我们就说 白棋如果拼搏一下 赌黑棋看不见 能在这先尝到一下的话 黑棋如果自沾的话 白棋就做活 其实是值得这样冒一个风险 因为即使黑棋这么走的话 白棋也可以继续 而如果一旦拼到的话 这盘棋就赢了 况且黑棋发现 这不挖的可能性 在对局中 尤其黑棋跳完以后 发现这不挖的可能性 并不大 白棋更应该承住气 这个其实要做这个决断 还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实际这么下 白棋确实也不差 黑棋实际虎 这个木树亏了好多 白棋提截 黑棋先找小的 这个截打的时 请注意白棋这种不是截 这种走了以后 黑棋这里的损失还相当大 实际上白棋搬 这是绝好阶子 黑棋没法再跟着硬了 再跟着硬 第一截不够 第二越硬越多 黑棋先把这个削了 白棋倒 从整体来说 应该说白棋还是成功的 这个时候黑棋也面临选择 黑棋首先 这里包扎下来也很大 黑棋这里包扎其实相当大了 再沾 白棋了再沾 但这时候棋的价值也特别大 白棋自补以后 他觉得这个棋盛面不大 随后他实战的一个下 我当时以为他会选这个 先把实地追上 挖 挖白棋没有心情这样做货 这个亏太多 本身是这样定型的 本身黑棋可以这样坚守定型 但挖一下至少断两下 差的还特别多 将来这里外面的后包都差了 挖白棋估计会转换 白棋插了 白棋会进行一个转换 这样的话应该是白棋烧好的局面 将来还有一吃 黑棋补的话 白棋就把这走一走 实际上断完一打吃 这个是拼得特别凶的一个下法 他希望你沾 沾 走上 这样的话就没有了这一加 比刚才相比 这个比刚才好不少 但冒的风险是白棋不会走 白棋实际上肯定应该先 白棋应该先对这块棋进行一个攻击 需要找机会打爆黑棋这个结 但白棋当时又是这样 思路有了 下面一首就是典型的高原的一个反应 白棋是只要冷静长一个黑棋这棋 很困难 一边通过攻击这个结 一边打这个结 几乎是个无忧结 实际上白棋吃下把这个眼破了 黑棋一反打好手 我当时这棋就尴尬了 这总不能再粘回去吧 粘回去把黑棋送活了 实际上一提 黑棋一反打 黑棋反而成为了弃子的好局 而且白棋这棋还要走 不走的话被顶住 这个白棋收获 白棋就先手亏啊 顶 一段 当时也是杀的兴起吧 我也知道这么下 不一定好 但很过瘾 其实电脑后面实际上就回去以后研究啊 局后研究的时候 电脑提供了一个更精彩的下法 先打吃这个 黑棋吃这个 再开截 黑棋提这个 白棋提 黑走 然后白棋再把这个提回来 电脑提供了这样一个 然后黑棋再开杀白角 先把这个吃了再开杀这里 确实也是很过瘾的一个下法 比我实战要强 实战这个下法我是觉得 肯定是不太好 但当时人觉得这其下特别有意思 就抑制不住这个下的一个冲动 然后制造断点 吃 走 其实白棋走了半天 把黑棋脚全撞实了 也就为了这一下 然后再开截 也就为了过这一下引 这是绝好的截材 黑棋 黑棋不能利 利这个损失太大 白棋截总够 黑棋走这个 白棋提 黑棋一段 这也是血泪偏了 黑棋不能吃啊 吃下来一段的 下面全没了 吃这个 白棋走 黑棋战碰着着截 下面一说是我比较后悔 这次我肯定应该继续下 他提截 我在打吃 我这还有一枚截 这个打吃他不能不要 不要的话 被提的飞住太大 倒是觉得这个截打赢 太过瘾了 就提 但其实还是应该再硬了 差不少 就比如说黑棋提 白棋吃 黑棋沾 白棋提 黑棋走 白棋把这个截提了 黑棋扳下 这样的话就差不少 木树上讲差不少 这里损失的还是有限的 实际上这一碰我 碰我就把截削了 确实还是白棋优势 但这盘棋胜负还是很漫长 黑棋这两手棋的收获还是很大 这是从一个冷静理智的角度讲 白棋这棋还是应该分头一个 这样是白棋烧好的一盘棋 胜负还是看后半盘 实际上真的是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高原上可能是让人更加充满着斗志吧 就把这个给拉出来了 白棋扳 注意黑棋不能连扳或者断 连扳的话白棋有一打吃 白棋翻打这个的手段 黑棋崩了 黑棋提的话白棋打吃接不归 黑棋走的话白棋断打也不行 黑走这个 所以黑棋这一带一定要注意气景 如果走这个的话白棋就继续贴 白棋就希望通过这四个你断 我将来可以给你 我就希望通过这里借进行 其实把这里打一块 很过瘾 只要黑棋断 如果说下到这个的时候 双方都还是正常的话 后面我的一个下法是 过于充满斗志了 其实白棋这时就气了 就是打两下 在这一飞 这其实白棋应该说 形势应该说是还可以的一个局面 实战白棋一断 这个美棋名曰叫制造头绪 实际上就已经是有些丧失理智 毕竟很损失地 而且作为优势一方的白棋 其实没有必要拼到这种程度 黑棋力 尤其在高原上 更没有必要拼到这种程度 白棋吃 这只能说是下高兴了 再一立 再一走 当时这盘棋 因为下的双方用时也比较多 有几名像赵颜 唐冲哲 下完棋都来看 所以说这棋实在太乱了 白棋走这个 他看到我这个断了打吃 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白宝翔更是对这个下法十分不认可 他说这次看得清吗 这还是个人词封的问题 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些 相对上比较好玩的一些下法 再一点 因为想通过这一代的纠缠 将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打下去 打两下以后班是先手 这个还是特别乱的 黑棋 这个这种棋啊 确实不是一个对局是双方向 如果一个是稳健派 杀不成这样 只有两个都放开了对攻的话 才能下成这样的棋局 白一段再一压 白棋长 一方面继续瞄着这个度过 白棋打之前有几过 另外一方面也看看这里 有没有可能把这两块 有机的结合在一块 黑棋如果再搬的话 白棋这一反搬 这个白棋感觉出来了 因为有打打打的手段 黑棋如果拖先 有打打打的手段 但白棋也要随时防止 黑棋的反弃 因为白棋这一弹 确实也已经损了不少 实际上黑棋的选择很解明 一般 当时甚至确实已经有点丧失 还想过这不断的可能性 但实在觉得这棋被 然后仔细一看 被人打了一翻打死了 被人打了一打再一打死了 还好没有下出刀棋盘上 冷静下来看看这招不行 实际上搬这个 黑棋粘 这个时候 吴成爵可能已经觉得 黑棋是有点希望了 他想求一下稳 白棋管 黑棋断吃 这里黑棋木术收获还是很大的 现在相反 白棋木的压力反而到了白棋这里 白棋必须要想出一些办法来 实际上先把这个打吃 走 挤过 把 可以走这 实际上我觉得黑棋 这个这两招棋不太能理解 这两招棋不太能理解 肯定是单虎好一点 但这两也有补棋 肯定要补的 如果你在现在这里走棋的话 注意白棋有这步斑 黑棋提 再有这一挖 这里白棋是暗藏杀机的 走这 可以先弃一下 随后在这一断 这个黑棋就崩了 黑棋吃的话 白棋一断打 黑棋走 白棋吵 这个黑棋先来不太行 所以补棋肯定要先补在这 白棋暂时在那里也不敢动 白棋暂时因为中间也没有按 判定的情况下 暂时也不能动 但这个时候 白棋也继续在想办 滋补一个特别冷静 黑棋管 白棋走这个 这个时候黑棋走了一步 这步棋本身来讲没有任何问题 但却实战却鬼使神差 成为了败招 黑棋应该补在这 这应该怎么说呢 其实黑棋走这个 白棋实战是吃 白棋还是一直瞄着这个手脚 先扳一下 黑棋不能随便这个忍 忍的话 先弃这么一块 不肯 黑棋白棋或者单纯 黑棋我们再看两步 黑棋提 白棋就冲出 把这里白白留下一个这样的关子 黑棋不肯 所以黑棋必须要提 提的话白棋就确保这个断是先手 断先手又产生了很大变数 打吃 这棋局面还是很接近 黑棋不能浪 浪的话白棋立 白棋赢了 黑棋立这个 白棋站一顶 这真的是 当时感觉要拼出血来了 黑棋这个时候不能吃 吃的话白棋一断 冲了一段 黑棋吃 白棋一断的 可以把这块给吃了 这也是白棋在这里积蓄力量的作用 黑棋沾上 白棋挡是不行 挡黑棋一吃 这个结啊 是打不动 黑棋肯定打不动 白棋打不动 因为黑棋削结可以削到这 这个对白棋 而且这个黑棋结也相对来说比较轻点 黑棋还可以加一加之类的 这个结削到这的话 白棋受不了 再一走局部全死了 实际上白棋小尖 这是一部鬼手 小尖以后 黑棋发现这棋啊 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如果吃 白棋走这个 这已经慢一气了 而如果打吃这个 再搬这个 白棋可以走这个 可以走这个 白棋提 黑棋沾 白棋在这里通过这些子长处一起 把这个挡死 挡死的话 这样就白棋要赢 黑棋吃这五个子不影响胜负 实战 吴成爵可见 确实非常有实力 最后实战这一步下法是局后跟AI的推荐一模一样 鬼手 拖这个 这是局部最好的一步棋 而白棋也只有这一手 白棋如果退的话 棋不够了 被黑棋顶了一打吃 那么可以看一下 很有迷惑性的 拖 在接 白棋走 黑棋一跑 白棋死了 白棋慢一气 所以黑棋拖的时候 白棋只能团打这个 这也是最强的抵靠 这不拖起到了一个制造白棋犯错误的机会 但白棋这个实战也是正确的应对 黑棋爬 这也是不能省略 实战黑棋想一下没办法 只能搬这个 再虎 白棋停 这是双方都是最佳的一个下反 然后开截 然后这棋突然发现 这个时候发现这部飞的悲催了 这个截白棋这一爬一断打 出了好多没截 而且尖的话就没有截裁了 但这个 说是说有些事后诸葛亮 但如果真的计算非常清楚 就完全飞的时候 看到里面算清所有变化的话 确实应该小截 从棋谱的一个道理上讲 逻辑上来讲 确实有小截的逻辑 但这个计算量 尤其在高原上 要下出这样一个计算 确实还是困难 说这部飞不好 也有些事后诸葛亮 所以这一代 这盘棋就是下这么的 巧 然后黑棋断 至少制造结残 这个本身黑棋是有点之类的收官 但现在也顾不上了 如果不靠这个 这几枚结根本打不过 白棋找结 现在也基本上 这种冲啊都不是结 像这种铺都不是结 也只能找这个大的 白棋所有结材 基本上在这里 黑棋打吃 黑棋提结 白棋断吃 这都顾不得损了 黑棋顶住 黑棋不能立 立白是要收回 边收吃边打结不行 黑棋紧住 这是本身结 白棋吃 扩大结针 白棋再一番 黑棋提 黑棋也别再跑了 再跑 这现在结其实也就差一枚 这个时候立的时候 白棋面临了一个选择 第一个是直接打 打 黑棋提 然后白棋打吃 黑棋沾 白棋提结 黑棋扑 白棋把这个提了 黑棋把这抽了 所以白棋这 这进行了一个 将近两块加在一块 要一百二三十目的一个大转换 但我当时点了点 这棋可能也就是 非常的细 该黑棋收 黑棋把这个收了以后 白棋这两个又建合 感觉这棋也就盘面 黑棋我感觉点下了五六目 我当时觉得不一定赢 但当时我还要时间 对方的时间更紧张了一下 马上就要进入独秒了 我一个时间以后 我进行了一个仔细的计算以后 我想再便宜一下 因为这个节 暂时黑棋一手棋消不掉 我想了一下后 我塞车先顶了一个 这步棋应该说也是 应该从事后结果来看 不一定是不好棋 但实际上却是一举奠定了胜局 黑棋这个时候应该先提节 当提节我吃这个的话 白棋不赢 但白棋有吃这个的好手 黑棋不能提 黑棋提的话 被白棋一提一沾 再打了一搜刮以后 再收回去 这样白棋赢了 黑棋要把这个节提了 白棋再提 这个时候 黑棋还是要动的 黑棋要把这个完全的衬住 继续多花一手棋 要把这个节衬住 这样白棋怎么下 就只能要收两个棺子 要怎么样走好两步棋 很难 应该说这应该说是黑棋的一个机会 这样的话应该说非常细 走成这样 白棋再便宜一下 把这个吃回来 应该说是非常细的一盘棋 也只能这么下 当然对于黑棋来说 要有几个难度 在一个时间有限情况下 马上进入独秒情况下 首先要判断被白棋吃完以后 再收个棺子赢不赢 第二要判断这个被提回赢不赢 第三个 粘住再亏赢不赢 这我觉得当时综合下来 我觉得比这个直接开解 排面五六目拼棺子要好一点 实际上白棋走完这个 黑棋想了一下 因为马上独秒 大家知道这独秒是十秒一步 这个太紧张了 他想一下还粘住 这里白棋大概便宜了 三木齐左右 这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事后白棋吃 这里在 也是骗了对手一下 黑棋一提 白棋一沾白就赢了 黑棋提结 白棋最后一枚结 才沾上 打吃 黑棋粘 白棋提结 黑棋走 白棋提 形成了一个大转换 随后转换完就可以看到 这两手交换 非常细微的一个交换 是白棋十分得意的一个地方 这里黑棋至少被破了半目 这里白棋长一木半 这里就差两木齐 关键这个紫浆对这里还有作用 这虎一虎 木数还好不少 我觉得便宜两到三木齐 这两到三木应该说是 已经是让白棋奠定了胜局 随后白棋虎补 把这棋给吃了 苦鱼杀到这的话 还是要收官 这棋还不能随便收 只要吃 当然觉得这个吃确实也挺大的 但吃完以后有点麻 白棋再收这个官子的话 担心黑棋打吃 白棋提 黑棋搬了 把这空收得有点大 这空收住有点大 所以这棋先不走 先收了这个 这个也是特别大的一首棋 这是吴承决已经进入独庙 但他独庙的时候 这一首判断还很清楚 官子收得很精彩 白棋这个床也是好吃 这作为我来说 这个确实收得准确点 没有什么好得意的地方 因为确实这是白棋的时间 我的时间更多点 我大概还有十多分钟 那走这个 可以打吃 来提 可以打 实际上这也挺麻的 这个实际上当时觉得 这部粘啊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大的一部棋 不粘的话被一提 这里的木树差很多 而且对下面都有关系 这一幕也差 跟气啊木啊都有关系 当时选择了这部粘 其实从实战看 白棋我觉得这部顶也很大 顶完以后 加上这一贴都是木 而且这里还存在着 长大的木都很多 所以当时 如果现在让我下的话 事后看还是想顶 下得非常好 走这个 先吃 这是官子收的滴水部落 再一贴 这独秒钟非常见功力啊 白棋虎 这也不能随便被他吃一下 这全是木 虎 然后这一点又是好手 这里也是 也是双方也只能大致如此了 黑棋这个也是最大的 随后白棋这大飞一下 也没问题 大飞完了 把这个提了 这不仅这有两木 这里本身也有三四 两木起四木 还有连货的手段 把这沾 这不能再被充 被冲两下 这里先手三四木没了 也受不了 黑子把这个吃了 一起提 白棋走 白棋把这个沾上 这接下来黑棋管 这个是后手四木的关子 正好白棋打吃也是后手四木 都是剑合 接下来的关子就没有太多的出路了 最后是黑棋排面好一木起 应该说白棋的关子 在小关子这一带 还是稍微便宜了一点 正常说应该是排面三木左右的样子 应该说这个转换以后 被白棋顶到这个 应该说是白棋奠定了一个胜局吧 从总体来看 这盘棋 从比赛重要是因为 毕竟跟个人冠军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是争夺个人前三名的 甚至是团体冠军的一盘棋 但从这盘棋 就棋而起来讲 这盘棋确实下的是非常过瘾 也是非常令我难忘的一盘棋吧 可能也是正是大家都放开了 随后把这个棋下的都特别的激烈 也特别的精彩 应该说从总体来讲 尽管双方都有些失误 应该还是质量上讲 还是比较满意的一盘棋 尤其在高原上 克服了高原的反应 下出这样一盘有趣 有意义的对局 应该说还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江湖清潭这个节目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下次再见